县内又多了一间观光工厂 由崇越集团投资实意打造的 食品观光工厂安永新使馆 在今天正式开幕 不仅渴望成为钻石级的绿建筑 馆内还运用了大量科技互动 让民众了解环保绿建筑和海洋生态 成为在地寓教娱乐的场所 而县长吴泽成今天也感谢集团投资 为宜兰创造就业机会 在众人见证下 由崇越集团投资打造的 食品观光工厂安永新使馆 今天正式开幕 依赖县长吴泽成 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特别到场祝贺 我们崇越科技 在食品方面的用心 能够照顾到我们的 生活方面的一个需求 我想这个也是 增进我们国民健康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特别把食品安全 在我们省 也列为最重要的输资议法 所以请大家靠心地来宜兰投资 那么我们感谢 我们崇越的崇越科技 我们带头 在这边 能够来为宜兰创造就业机会 增加竞技能环统 我们表达最大的欢迎跟誓意 崇越集团董事长郭志辉 在科技业闯荡30年 由于重视食安问题 投入了生鲜食品业 现在更花费10亿 打造科技绿能食品观光工厂 不仅渴望成为钻石级的绿建筑 馆内还运用大量的科技互动 让民众了解环保绿建筑 以及海洋生态 成为在地寓教娱乐场所 好吃也好玩 大量的食品用太多的化学药品 所以造成台湾食安的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是学科技的人 我们认为用物理的方法来处理 一定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我们的厂通用物理的方法再处理 我们没有用任何的人工调味料 包括味素 包括色素 包括鸡粉 我们不用 但是各位照样可以吃到 非常美味的商品 跟人家不太一样 是属于国际的旅客可以来的一个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体验的活动非常多 待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过真实践的活动里面 增进他对于你的认识 所以小朋友只要两岁到十岁的小朋友来我们这里 他应该会非常高兴 这个食材在一个钻石级绿建筑里面的建筑做生产的动作 然后让这个消费者跟生产等于 有建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更了解我们这个 食安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一般的太阳能板的东西就把它放在屋顶上 那我们这个比较特别的时候 我们把屋顶还做了一个抬身的施筹 等于是说它所有的线路啊 这些东西都是你一抬头就可以直接看得到的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一个创作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是来这边不只是吃东西 看看食材怎么生产 它其实有一些更进一步教育的意义 尤其像可以带一些小孩子啊 可以更了解到底什么是绿建筑 它其实就是让你看得到 四层楼高的安永新使馆 整栋都是科技化的绿建筑 占地有1800平 总投资金额达10亿 未来也会不定期引进国外艺术 或是饮食文化推动主题活动 并也结合周边观光工厂 发挥群聚效益 带动宜兰的观光人潮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我导 感谢观看